这也是超自然界 但是这个超自然界是有限的超能力 跟有限的超自然的知识 为什么是有限的 因为天使是上帝造的 天使是上帝造的 所以他是灵体 他没有身体 他是灵体 被造的就是有限 自我存在的 自有拥有的神 是绝对的能力 但是天使因为跟人一样 神造的时候 有给天使自有意志 所以当天使的自有意志 违背神的时候 就堕落成为魔鬼 所以这个是圣洁的天使 当他堕落他违背神 就好像我们能犯罪 抵挡神的时候 就成为堕落的天使 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魔鬼或者邪灵 所以在第二成天里面 有有限的超自然的能力 跟知识 有圣洁的天使 跟魔鬼邪灵这一块 好 接下来自然界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自然界 就是人跟事物的领域 人动物还有事物的领域 这个叫做第一成天 我们来看这就是人 我们如果今天把它称作非信徒 就是他还不认识耶稣 还没有接受救恩的人 那么未信的人圣经告诉我们 在以福所书第二章 很清楚的圣经说 未信的人因为不认识上帝 那是因为人有罪 人有罪 所以人又生活在罪恶 被罪侵犯跟破坏的世界里面 所以圣经说 这个堕落的世界 是受到魔鬼的挟制跟控制 所以因为什么 因为亚当犯罪之后 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所以魔鬼对世界有他的掌控权 有他的管理权 但没有绝对 绝对的掌控权 还是在上帝这里 所以我们来看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魔鬼就可以欺骗在思想上 在思想上会欺骗这些问信的人 所以他说他的价值观 他的世界观 他的思想都受到这灵界的仇敌的欺骗 那么也被这个魔鬼所挟制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 这种很不好的一些行为 很不好的思想 很不好的习惯 有些时候我们讲说 我们不要 但是摆脱不了 这就是受到挟制 那么人因为想要认识神 但是却是靠自己来追求 就被魔鬼给欺骗了 因为魔鬼也可以制造 好像神那样有超能力跟知识 所以人就以为这个是有超能力跟知识 人就拜他了 所以这就是真神以外人所拜的 依靠的对象叫做偶像 那人拜偶像 其实那偶像的背后 就是文伟跟邪灵在掌控 所以为什么不管是算命 不管是这些的 拜的这些的神明 为什么他好像很灵 也可以医病也可以替你解决一些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有超自然的能力跟知识 你算命就是他有超自然的知识 他有超自然的能力 他可以帮助你解决很多的问题 但是他的背后是来自于魔鬼跟邪灵 因为他是有限的这个超能力 好 所以背后有邪灵在这个控制 那么这个非信徒的思想 当他不认识上帝的时候 受到这一个被最玷污的世界观的影响 那就是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 这是人本主义 然后理性主义靠自己的头脑来去判断一切 科学主义 然后唯物主义 无神论 多神论 放神论 跟道德主义 好 我们知道放神论就是什么都是神 道德主义就是 他很强调道德的信仰 但是又做不到 就很容易进入到一种的虚伪的里面 好 那我们来看 当人听到福音了 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成为基督徒 那在这地上 你发现我们有神的国 神的国就是基督徒 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 就进入到神的国的里面 好 神的国 这边我们来看 是由上帝的圣灵来引导 所以跟上帝建立生命的关系 恢复跟上帝的关系 所以你看这个箭头是双向的 是双向的 那我们透过读圣经 明白上帝的话 因为圣经就是真理 神的话 我们可以认识上帝 那么圣灵帮助我们 认识上帝 所以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圣灵来引导我们 好 接下来 上帝也可以透过天使来帮助我们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天使是福音的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位天使 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说 天使是福音的人 所以我们基督徒 其实我们都有一位天使来帮助我们 只是我们没有看见他 好 接下来 但是这些还没有认识上帝的 上帝爱他吗 神爱他 神乐兰爱未信的人 这些非信徒 你看神乐兰是爱他 所以上帝给他什么 恩典 好让人可以听见福音 相信福音 跟接受福音 还记得吗 要不然我们都在刚刚讲的 那个罪的那边 我们没有办法 接受耶稣 所以我们自使愿意听见 相信跟接受耶稣 原来是上帝给的恩典 所以你看 神爱我们 也给了这个恩典 我们信主了 我们就进入到神的国里面 但是我们虽然 因为我们还在这地上 还在这第一层天 所以神的国是看不见的 是灵界的 所以我们信主了 我们是在灵里面 进入到神的国 那因为这个世界 魔鬼还是有他的这个势力 所以魔鬼乐然可以攻击 攻击基督徒 所以他会有欺骗 他也会给一些罪恶来诱惑我们 来欺骗我们 甚至罪恶 刚才说的诱惑我们 所以这就是魔鬼的这个攻击 好那接下来 OK 接下来那么我们基督徒 我们死了之后 我们的灵魂暂时去的地方叫乐园 叫乐园 那么灵界里面还有一个 很暗黑的领域 这个就是黑暗的领域 完全是一个 就是一个什么 人如果不是基督徒 那么死后暂时的去处 是在阴间 在阴间 那么阴间等到死后到了 上帝审判了 那么就被丢入到地狱的火 地狱的火 原本上帝是预备给 这个堕落的天使 魔鬼邪灵 的所在 他说神不要人进入地狱的火 所以有什么 救恩 救恩只给人 耶稣基督的救恩只给人 耶稣基督的救恩 没有给堕落的天使 所以地狱的火火 原本是给魔鬼跟邪灵审判的地方 但是如果人拒绝 耶稣基督的救恩 那么人要因自己的罪 跟踪魔鬼邪灵 就进入到地狱的火火里面 就是永远的归宿 而我们加来 从乐园 我们复活之后 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 我们就跟神永远同在 然后神的藏目 是在人间 但不是这个第一层天 是一个很不同的 一个叫做新天新地 不是这个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叫做新天新地 所以这个世界将来会被火焚烧 然后经过审判 要么拒绝救恩的都在这里 那么信主的成为上帝儿女的 都在神预备了新天新地 就是神的藏目在人间 神与人同住 然后我们这个灵魂加上新的身体 还记得吗 就很像什么 当初那个意念人 神跟人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圣经的 这个世界观 让我们看到 过去现在跟未来 所以 关于这部分 有没有什么一些 想要了解的 或者有些不明白 或者要问的 有吗 三层天 然后关于这个新天新地 有没有听过 之前有没有听过 有 有听过 有没有想要问的 第一次的死就是肉体的死 我们第一次的死就是肉体的死 然后第二次的死 所谓的死就是灵魂 永远的在地狱的火候里面受痛苦 这就是第二次的死 那个死不是说没有感觉 没有死 这个死的意思是 永远跟上帝分开 隔离 就像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个福音桥 这个叫做第二次的死 这个圣经所说的第二次的死 所以圣经说 第一次的死不可怕 第二次的死才是可怕 还有吗 还有什么想要问 你们都很棒 那我就继续哦 那我们来看 关于圣经的世界观 我们知道之后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了解这三层天的观念 知道基督徒有天能合一 天能就是上帝跟我们人合一 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现在同时活在超支那里 因为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 耶稣在我们里面 我们跟神相交 所以我们不可以忽略 每天与上帝亲近的这个时光 所以我们要跟上帝建立一个 很亲密的 有信心的 稳定的生命关系 就是透过读圣经 透过祷告 透过亲近神 敬拜神 透过等候神 跟上帝建立一个 美好的生命的关系 那么让我们每一天 在地上的生活 我们可以胜过仇敌 这是我们的得胜之道 因为我们今天在地上 仍然是一场属灵的阵战 所以我们今生 是为永恒来做准备的 我们今生要如何 对待神的儿子 就是世人的救主 耶稣基督 我们今生就要决定 要在哪里度过永恒 在新天新地 还是与神隔离的地狱 那我们今生要怎样 善愿着短暂的一生 因为我们人有不灭的灵魂 所以这将要决定 在永恒里面的荣耀 所以任何否认 忽略跟轻视仇敌魔鬼的存在 跟诡计都会成为他的略物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天国 神的国已经降临在地上 所以教会我们要活出在地 如在天 我们要继续把福音传给别人 让别人也能够因耶稣基督蒙恩得救 这就是传福音 抢救灵魂 好 所以这是对我们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信主了 受洗了 我们要把福音告诉别人 好 还有吗 有没有什么想要 就记录我们圣经所说的 这位上帝 到底跟其他的宗教的 所谓的神有什么差别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圣经所启示的独立的真神 OK 那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 只有一位神 只有一位神 这就是神的本体 只有一位神 那有三个位格 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个位格 这三个位格是独立的 但是又是什么 又是一位神 所以你看圣父不是圣子 圣子也不是圣父 圣子不是圣灵 圣灵也不是圣子 圣灵也不是圣父 圣父也不是圣灵 那同时圣父是神 圣子也是神 圣灵也是神 但又是一位神 这真的太特别 所以圣经称这个就是 叫做 用我们神学的话 叫表达叫商议真神 叫商议真神 好我们来看 这边 这是上帝的自我启示 神在圣经里面的自我启示 就是 只有一位真神 但有三个位格 三个位格 我们叫做商议真神 或者商议一体的神 也就是圣父 圣子 圣灵 然后呢 这每一个位格 各有自己的思想 情感 意志 那么因为上帝是爱 所以呢 商议真神本身就是一个爱的一个集合 相交相爱 所以呢 商议真神又是同本质 同地位 同荣耀 同尊贵 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到 我们的神是一位自我启示的 商议真神 好接下来 我们来看上帝的永恒性 就是他永不改变的属性 第一个就是他是自有拥有的 他不是从哪里来 他是自有拥有的 他是无所不能的 他是无所不知 他是无所不在 他是永不改变的 另外呢 我们来看上帝的属性 就是他是慈爱的 上帝是慈爱的本体 他是公义的本体 他是圣洁的本体 他是真实的本体 他是有恩典跟有怜悯的属性 这就是上帝的属性 好我们接下来看上帝的作为 那这位上帝他有什么作为 第一他是创造着世界万物的 他创造了之后 他还什么 他还维护 维护这个世界 所以他是维护者 但他同时也是罪恶的审判者 罪人的审判者 但对于人 他又是舍下他自己的独圣爱子 就是圣子 来去救赎人们脱离罪恶 回到天父的家 成为上帝的儿女 所以他又是救赎者 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讲的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基督信仰 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这就是我们的神 所以当别人说 请问我们这个神跟其他众仰有什么特别呢 这就是我们的神 所以很多人比如说 如果你跟他分享耶稣基督的爱 他说我不相信有神 那你就先问他 你所谓的那个神的定义是什么 定义 如果他说我讲到没有神 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 神是比如说是人手所造的 在那里还要烧香 还要供奉 这个叫神 所以我不相信这个是神 你要跟他说 我跟你一样是无神论 我不相信这样的叫神 但是当我们说我信有神 我们这个神是这样的一位神 我相信的是这样的神 所以这样的神以外的神 我跟你一样都是不相信的 都是无神论 我相信的有神论是圣经所提示的 这样的一位神才叫神 是定义的神 所以今天很多人说他是无神 那你就问他说你的定义是什么 你对神的那个观念 那个认识 那个定义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因为也许我们跟他讲的是完全不一样 他讲的可能是人造的那些偶像 那我们跟他说对呀 我也不承认那个是神 我们所敬拜 所相信 所侍奉的是这样的一位神 祂是创造者 祂不是人造的 祂是创造人的 祂还是维护这个世界 祂是审判者 祂是救赎者 这是祂的属性 所以你看当我们看到神是这些 我们知道上帝是不能被贿赂的 上帝是不能被人欺骗的 而且祂又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无所不在 这就是这样一位神 有没有什么要问呢 我讲的挺快的 所以 还可以 还可以 非常明白 所以我说今天一个这样的 因为这个看了比较容易明白 好那没有就继续了 这个我就不讲了 这个有点长 这个讲到整个圣经是有点长 我就跳到后面 OK 讲洗礼 OK 好 那我们救恩听了 然后也知道这整个的世界观 也知道了 对上帝的认识 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是这么一位神 那我们接下来说 我们信了主 我们为什么要受刑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洗礼的意义 那圣经对洗礼的教导 好 我们一起来读 这是耶稣说的一起来读 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好这里 耶稣说当这些人听到福音 相信他愿意跟随他做他的门徒 就是做基督徒 那么愿意的话 耶稣说就要奉父子圣灵的名 或者放映或者说是给他们施洗归录 父子圣灵的名也可以 然后给他们施洗 所以我们要受洗是听耶稣的吩咐 这是他的吩咐说 你愿意相信我那你就要受洗 所以这是耶稣的吩咐 第二彼得也这样告诉我们 一起来读彼得说 你们应当悔改 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使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圣灵那白白的恩典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受洗 我们首先需要做什么 需要悔改 还记得刚才说悔改是什么 悔改是整个方向的改变 本来是偏行基督 转过来听从神的话语 这叫悔改 所以悔改有几方面 悔改有几方面 第一个就是 如果我们过去是有 拜偶像的或者其他宗教的 那么按照圣经的要求 如果是那些的偶像 他说要完全的弃绝 而且要破除这个偶像 所以这个比较容易 这个悔改比较容易 我不信了 我就弃绝了 我就不信 跟这个偶像一刀两刀 那么第二个悔改是什么 第二个悔改就是 我们一些不好的习惯 不好的习惯 我们叫恶行 要弃绝 这个也不难 比如说 有时候会说 粗话 现在很容易改 等等一些不好的习惯 也都可以弃绝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一些的悔改 就是一些观念上 观念上跟价值观 因为一些是来自于世界的一些的观念 比如说我们常常讲的这个 金钱至上 或者能不为己 天诸地灵 这一类 是不符合圣经的这种观念 这些的观念 错误的观念跟价值观 要回改 包括这个的次序 人生的次序 是先上帝到人才到钱 不能够把它转过来 前第一 我第二 三第一 这个次序也是要改变 好 那悔改 第三个就是观念上 价值观的悔改 然后第四个 我们讲到要悔改的时候 这个是比较需要花一点的时间 就是个性上的一些的软弱跟确理 比如说很容易发脾气 或者说比较 可能对时间比较没有观念 或者说一些个性上的一些的软弱 确理 可能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要去改变 最慢改变可能到时还不能改变 但是愿意改 只是还没有改过来 可能就是骄傲 所以有人说 骄傲要等我们吐出最后一口气死了 他才离开我们 他说感谢主 我在今天心地里不再有骄傲了 所以有一些是很快可以改的 有一些是需要时间 有些需要我们一生的努力才可以改 靠着上帝的爱跟圣灵的能力来改变 OK 所以我们需要悔改 悔改首先我们要知道那是不对的 用去弃绝 OK 好 接下来保罗 保罗告诉我们关于洗礼 我们一起来读 他说 难道你们不晓得 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解决洗礼归入死 与他同胀 为的是要我们过新生命的生活 向基督解决父的荣耀 从死人中复活一样 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 原来我们受洗就是什么 归入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不再是属于仇敌魔鬼 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所以当我们受洗 我把大家浸在水里的时候 那就表示什么 所以他说 借着洗礼跟耶稣基督一同死 一同死 实际上罪恶我们弃绝了 我们是把不要的东西不好的 全都弃绝 就是让他死 然后埋葬 我们把那些 暗脏的 垃圾的 臭的 给他埋葬掉 所以为什么浸在水里 来表达这个洗礼 就是跟耶稣基督一同死 表示这个老我 这个过去犯罪的我 死了 然后跟耶稣一同埋葬 然后接下来呢 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表示什么 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 从死人中复活 就是有开始新的生命的生活 所以受洗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死 一同埋葬 然后呢 一同复活 这就是洗礼的意义 好 所以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 洗礼是耶稣的吩咐 跟随他的人要受洗 彼得告诉我们要受洗 我们一定要悔改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我们醉就得到圣灵 我们受洗了 就必领受这个圣灵 保罗告诉我们 洗礼 原来是跟耶稣基督一同死 一同埋葬 一同复活 有新生命的样式 这就是洗礼的意义 有什么要问的吗 看你这个洗礼 要清楚吗 可以吗 我想问一个回答 如果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或者是不好的一些想法 再回答 到最后的时间 还没有完全改掉 那还是可以去天堂吗 可以的 因为是这样 神看的是我们的心 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骄傲 我们里面是不要骄傲 所以里面是拒绝骄傲 但是活出来 因为我们还有肉体 我们还在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活出来 是我不愿意骄傲 但是他又活出那个骄傲 所以 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要求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这个是属于 我不要 但是因为这是保罗说 我不愿意做 我想做的 他说呢 我就做不出来 我不愿意做的 他就做出来 因为我们还在这个地上 我们还有肉体 所以我们还会有这个 那上帝不喜悦的是什么 上帝不喜悦的是 我知道骄傲不对 但是我不用一番去骄傲 我还要骄傲 这个是上帝不喜悦 上帝喜悦的是 我知道骄傲不好 我不用一骄傲 但是我就是软弱 他还会骄傲 骄傲了我要求神赦免 这是神喜悦的地方 差别在这里 差别一个就是 我恨恶罪 但我软弱 我还在犯求神赦免 另外一个是 我知道是罪 我不用你反击 我还要 这个神不喜悦 这是心态的问题 是心态的问题 所以有一些是我们可以得胜的 我们要又快得胜又好 有一些比如说说缓 这些我们可以得胜的 可以不说的 有些可以 那有些遇到一些情欲的问题 色情的问题 也是可以得胜的 我们也是 比如说需要帮忙 需要有人帮助 他可以得胜 但是比较需要时间的是 情绪的问题 跟个性的问题 真的觉得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其他的一些还比较容易 恶习方面也是需要一些人 爱心的提醒 鼓励 帮助 还是可以的 有没有解答到你的问题 好 那其他的有没有 有没有想要问 好 那我们就继续 那习礼不是什么 习礼不是得救的条件 不是得救的条件 而是信主耶稣 得救之后 我们才受洗 所以洗礼显明 我们愿意相信接受耶稣 所以洗礼不是说我洗了 我就得救了 而是因为我相信接受耶稣基督 我是生命已经得救了 那我用一受洗 来显明 我是接受耶稣 跟随耶稣 所以这就是洗礼 第二个 当我们受洗 从水里一散来的时候 不是立刻就变成一个完美的人 而是新生命的开始 而且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婴孩 那么进入到天父的大家庭 所以当我们信主耶稣之后 我们是在名分上 灵力的名分上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在地位上 神看我们是一个义人 义人就是罪得赦免的 不再是一个罪人 而是义人 就是耶稣代替我们的罪儿子 所以耶稣解决了我们的罪 所以在地位上 神看我们是义人 甚至说我们是圣徒 接下来 在实际的这个人 在名分上是神的儿女 地位上是义人 那实际生活的这个人 你看肉体 还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刚刚说 生活的习惯 还需要慢慢改 个性还需要慢慢改 情绪的这些的医治跟改变 还需要慢慢改 价值观 观念还需要慢慢改 有没有看到 所以受洗的时候 他不是立刻变成这个人 变成完美的人 是在名分上是完美的 因为是神的儿女 在地位上 神看我们是义人 因为耶稣解决了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是个义人 这个是完美 但是在真实的这个 生活中的这个人 还需要上帝的话语 来改变我们的观念 还需要上帝的爱 跟圣灵的能力 改变我们的个性 我们的情绪 还有我们一些不好的习惯 需要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爱 圣灵的能力 帝圣灵的能力 帮助 加上时间 时间 慢慢的成长 更改变 OK 这样就清楚了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所以 不是立刻就变成一个好人 而是开始学习 我们一起去看 这个是最前面的 解决了